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之前我爸會揍他 然後小表妹來我們家 然後呢 她就去揍那個小表妹 不知道發生真實搶完 譬如說你為什麼要揍他 然後她就說了一句跟我爸定模樣的樣子 因為我講我怎麼講他都不聽啊 那揍就對了 因為我爸常這樣揍就對了 所以我們這幾年一直在調整 那也很認真的跟爸爸說 用打真的沒有用 我很努力的保護他們兩個的狀況下 當然那個 我一定是被我揍過的 但是我不是 我是就是 氣起來真的是打他屁股 但是我發現 那是好幾年前我發現沒有用 我就決定用別的方式 所以她在我們一路 不讓暴力走進生活裡 就發現 這兩個兄弟氣到喔 氣到這樣子 原地這樣跺腳喔 其實都還蠻溫和的 都不太出手的 我覺得 因為我們從小有 每天都有玩一個遊戲 叫做觀察遊戲 觀察遊戲 就是每天我會請他們去收集 先是從收集三件好玩的事 回來跟我分享 可能是收集來的笑話 可能是班上同學發生什麼事 或是我去開會的時候 客戶發生什麼好笑的事情 結果後來我就發現他們無時無刻都在 眼睛又打開開耳朵 開開耳朵在找好笑的事情 這樣孩子很容易樂乖 他為了達成任務 他沒有時間去管那些 負面的事情 因為他們一路訓練到最後 我會請他們分享情緒 先是從好玩的 好笑的知識的 到事件的敘述 在現在的這個階段是情緒 我請他們每天分享 他們感受到 不管是他自己還是 他看到別人的情緒三個 常常你會看他們寫出很不一樣的東西 不是文筆多好 是他拿捏 他可以很興趣的拿捏出情緒 還有這個表達能力 我覺得心理狀態要擺第一位 因為亞洲式的憤怒是 不太care心理 穩心理的狀況的 那不是情緒 那不是愛 邀您一同氣上橘絲帶 愛孩子領暴力 愛孩子領暴力